最近一段中国消防员跳绳的视频在国外火了 外国网友表示看得停不下来 各种惊叹中国消防员的团队意识 最开始这段视频是由一位美国网友分享到社交网站上 他转发视频的时候说 如果这是美国的对手朝鲜军队的话 那么美国注定要被扫葬了 这句话引来了网友们的误解 于是评论里的人都默认为这是朝鲜军队 他们纷纷表示认输 他们说我们必败他们无敌了 我们死定了 我们肯定说啊 毕竟我们没人能做到这样的程度 还有网友安慰说 放松他们只是在跳绳而已 还好打仗并不是比赛 美国一家网站看不下去出来辟谣说 这不是朝鲜军队 是中国消防官兵 据了解这段视频实际拍摄于2017年4月13日 视频中的消防战士来自上海金山消防支队 他们并非为了炫技 而是通过这样的配合方式 强化团队合作 在火灾铺就现场 团队合作需要绝对的相互信任和协作 今年4月的时候 视频就在中国活了 兵哥哥靠着跳绳 就收获了一大票迷地迷妹 后来视频传到了国外 却被误认为是朝鲜军队 这贪吃蛇式的跳绳方式 乍一看还以为是无线重播镜头 有媒体统计称 一共跳了568次 而国外网友也统计了一下 表示三分钟跳了577次 嘲笑 感谢观看